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特殊化妆在台湾并不盛行 所以未来将会先在国外闯荡 希望把更多的相关技术带回台湾 忙着把用模型做好的乳胶片 贴在演员脸上的不同部位 一张酷似电影里吸血鬼的造型就此完成 24岁的陈维颖就是靠着这件作品 击败上百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好手 拿下了2010年国际特殊化妆大赛的冠军 他说这个作品造型看似恐怖 但灵感却是来自格林童话的青蛙王子 我非常非常喜欢Johnny Depp 是一开始最初的话是因为傻傻地想说 如果可以靠近他更进一步 所以我就想说 也许走特效化妆这个部分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外形甜美的陈维颖 偶像却是好莱坞的鬼才导演提姆波顿 也因此大学念资讯传播的他 一毕业就毅然而然远赴温哥华电影学院念特殊化妆 希望以天马行空的创意来为自己圆梦 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好成绩 就是你只要你喜欢的你喜欢的事情 你只要当下走好每一步 其实努力总会有一点回馈跟结果 这也是华人第一次在这项 以电影特殊化妆为主的比赛中夺得首奖 陈维颖说特殊化妆既费时又耗工 却要相当的耐心 因为目前国内较少有科幻片或恐怖片之类 用得上特殊化妆的电影制作 因此短时间内他会留在国外发展 学得更多相关技术后 未来希望有机会为国内的电影 做特殊造型的设计 记者顺扬马台新台北报道